9月17日,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 回答有关目前美国国内存在的威胁时明确表示,安提法是一场运动 不过共和党及国会议员克伦肖对瑞一的说法提出质疑,认为是在弱化安提法的威胁 此前,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指出,安提法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组织 他们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,保障集会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作为掩护,进行暴力活动 川普也多次提出,安提法是个犯罪组织,并曾建议将其定义为恐怖组织 另外,瑞一也指出,美国正面对激增的由国家资助的网络攻击 其中,中共最为恶劣,特别是针对新冠病毒疫苗开发和研究实施的网络盗窃活动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表示,联邦调查局平均每10小时就启动一个与中共政府有关的反间谍调查 新常记者李兰综合报导 新常记者李兰维合报导